上班這檔是 老師 上個月我才遲到一分鐘 竟然被扣了五百塊錢 不合理的扣錢方式 你敢告到勞工局嗎 重點 您知道不合理 他照扣 但是看你敢不敢告 問題就是這樣 而且很多不肖老闆 他會巧莉迷目 來扣員工的薪水 可是員工有時候 就是要囤下去 因為當然是有申訴管道 但是這個電話你敢不敢打 你敢不敢 你敢不敢 帶種的就 把電話先掛掉 幹嘛先掛掉 這誰敢 不能隨便講帶種或不帶種 這個真的會 因為這跟範圍有關 因為你說五百塊真的蠻多的 可是你為了五百塊 打這個電話 搞不好整個月或未來都會受到影響 聽說有很扯的就是說 年假本來做一年就有七天年假 結果他去休年假 他卻不給他全情獎金 其實在七天之內 那還是屬於全情 這還算 我聽到這個我都覺得蠻義憤甜 你們那邊扣心制度是怎麼樣 我覺得我的應該還蠻人性管理 竟然徐薇都打焊在這養老了 我看到你那很壯觀 你現在那種 小單位 整個氣勢是不一樣的 可是也打卡了嗎 部門不同 如果說你是屬於行政部門 可能是上下班制 但業務部門的話呢 就所謂的 那個叫什麼 責任 責任 可是他們獎金很高啊 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有合理的 所以大家都在看 你是要逼我成功 不是啊 會不會就像老婆講的 壓力很大 會不會十到一分鐘就扣五百 我們公司是十 我們是十點上班 但是十五分以前都不算遲到 好好喔 這樣算好嗎 這樣很好啊 你急了 真的有一分鐘就扣錢了這種 有 有 我們今天要把這個事情講出來 嚇死人啊 怎麼可能 一分鐘跟十五分鐘之間差距 差太多了吧 那個矯程要多快 對啊 你知道我還認識過那個公司啊 它是如果你準時打下班卡 會被叫去問的 他說 你也是知道 我們的公司還蠻大的 你可以準時在出口的時候 打這個準時下班的卡中 顯然你是本來就在那邊等 所以 他說歡迎 好勞委會就這樣走家裡廚房的洪素青 大家好 台灣的老闆真的非常的聰明啦 所以可以發明那個可以得到諾貝爾獎的制度喔 可是有時候真的不能太超過 你跟勞工局 到勞工局是平凡喔 之前啦 現在因為比較少去 但是還是跟這些勞團有密切的在聯繫 可是就是 他們看到你會不會覺得 有他們其實都會希望 不會不會不會 其實勞工局的人他們其實也是 因為人力有限啦 然後他們看到我也是想說心力要來幹嘛 可是我覺得是勞工都比較希望大家能夠幫他忙 因為台灣基層勞工就像您講了 為了保飯完 有時候不敢自己出面 沒有錯 所以他們從上希望透過媒體或者一些團體 像剛才那個 你知道那個公司 因為他就認為說 我如果正常的打這個下班卡 一定顯然你早就在那邊等 所以員工只能呢 打那種下班過五分鐘以後的卡 哇塞 你看這什麼神奇的規矩 你管我啊 那個心裡面就已經受到這種陰影 勞資雙方這樣沒什麼意義 對啊 好 大家好 隆重歡迎來最懂勞工欣賞人稱喵喵神社會觀察家胡孝辰 大家好 各位 不合理的待遇 絕對不是一種磨練 我們不應該忍氣吞聲 我們聚當可悲的台灣勞工 聚當可悲的勞工 下一位職場甜結的觀察家邱文仁 大家好 如果你的老闆連小錢都要A的話 我勸你早日換工作 好 真的嗎 歡迎來人 下一位董禮柴也介紹一下的老闆 汪傑銘 為什麼遲到一分鐘了 老闆我都提早半個小時了 我不是壞老闆 我一切按勞期罰走 所以要問一下來賓公司哪一點制度最不能接受呢 我覺得有一種公司就很機車 他最常做的事情是什麼 是禮拜五你快下班了 然後這時候主管就會突然間說快下班 然後丟你跟你講這個東西 他就是要 沒關係不急不急 禮拜一交給我就可以了 就是他明明知道你要下班了 然後你們公司也不可能假日讓你來加班 可是他就告訴你禮拜我東西叫你禮拜一交 那六日就不用了 對 就是好像這種凹人家 可是我聽過最離譜最離譜的是什麼 我覺得那公司真的太柯了 因為現在有些公司 可能他用了比較多的外籍的勞工 所以他們可能對他們管理 有時候嚴苛到一種難以理解的地步 你知道他是那種 因為他覺得如果你一直去上廁所 一定是一直去聊天 或者是出去抽菸 那你沒有認真工作一直在上廁所 是怎樣 是泌尿道有發炎是這樣嗎 所以他就是你每次 他們那個你每次去上廁所 他那個辦公室是不放那個衛生紙 所以因為你衛生紙 或者你要登記 他你要從那邊出去 他就知道說你這個 像我已經去上廁所看過一次了 然後不能再多次了 可能就兩次為主 就是連這種上廁所 次數都要管的公司 會不會發衛生紙 還發三張 對 因為他有限制 一張 還要撕一兩張半那種 太over了 太誇張 就是要把員工當賊看的這種公司 我就覺得很騷 不夠 對啊 撒龍出來就一張就夠了 那應該是大公司吧 要滿大才會有那麼多的 對 所以你不要以為說很大的公司 他的那個福利一定非常好 其實小公司也有好老闆 大公司也有這種 算得非常經驗 那品尿還真不行 不行 這品尿真的在憋住 蘇星這個算好的了 他至少還要去領 我以前待過一家很大的電視台有沒有 那個老闆是把整個衛生紙 全部沒收起來的 然後呢 就是必須就是員工上廁所的時候 你必須要自己帶來衛生紙去 那你想想看 如果像我們這種男生比較簡單一點 大家都知道 因為男生比較粗魯嘛 要幹嘛 你就曉得 漂亮的女主播帶了一大口的衛生紙 我們常常在外面這樣子 看著一種蚵子裡被撈塞 你知道嗎 好丟臉嗎 你知道那個就很丟臉嗎 我很介意耶 就很介意啊 就 許惟老師帶一大包那種 不是抽橘子 是那種你知道 我是混桶的 有一種最大的那種有沒有 那種 有一種是最大的那種 掛在牆壁上那種 我真的看過一個主播 真的是帶一個那麼大捆的 抱著這樣 然後進廁所你知道 然後我們一堆男生在外面 你知道男生就很壞 哇 這一定昨天晚上吃壞肚子 你終於又很慘了 更惡劣的 對啊 老師這種氣質的 幹嘛一直講我 因為妳這種氣質莊莊 帶一大包衛生紙出去 很糗了 結束以後剛好碰到一個 類似小伙子 老師 棒賽喔 好犀儀喔 我跟妳講誰 我崩潰啊 妳說什麼妳 我哪有 沒有 衛生紙沒有 你還知道有沒有洗手 沒有啊 後來的時候為什麼改過來 你知道嗎 你知道後來怎麼改過來 因為那老闆真的很 很疼 這是逼我走路 不是不是 他後來 因為他自己的廁所 就是他那層辦公室那層樓廁所也是這樣 後來是怎麼改過來 是因為有個立委有沒有 然後去拜訪他 我記得好像是好幾個立委拜訪他 所以有個立委那一天的時候 可能肚子不太舒服有沒有 然後就急衝到他那層樓廁所裡面去 結果你知道他的那個 老闆秘書有沒有 到一個多 大概半個小時 有沒有發現奇怪 怎麼立委怎麼沒回來 上個廁所沒回來 結果我就跑去廁所去看 就看那個立委在裡面 用呼叫聲音 有了 有錢抓嗎 叫你有錢抓 因為那一層樓是老闆的 所以我們沒事 那人都不敢去跑 那人上這 沒人耶 外面成就再高 那預算省得怎麼樣 對 還是敗在這一招 我最討厭的一種公司 就是什麼 你知道 我要提醒很多觀眾 很多公司裡面有所謂的 隱性的性別歧視條款 或規範 你像例如 我們過去看到新聞裡面 有航空業 銀行或者是護理 這方面 只要女孩子懷孕了 結婚了 然後尤其懷孕 他就會把它給犯了 或者是把它給措置到別的位子上面去 但回不到原來的位子 可是我覺得最驚訝的是 我過去報社有一個老闆 他是女生 老闆娘 他的所有 他有一個很不成文的規定是什麼 他說 所有的女孩子 女孩子再怎麼細心 怎麼努力的話 有沒有 最多也只能做到副總編輯的位子 哇 這歧視 他就有歧視 對 他是女生 怎麼會 他是女生 我們那時候曾經有問過他說 為什麼 為什麼你會這麼樣來想 他說 女生 一旦結了婚之後 他沒結婚的話有沒有 就要談戀愛 然後呢 談了戀愛之後要結婚 結了婚之後要生孩子 生孩子之後要照顧孩子 怎麼會有把心思有沒有 貢獻在我們公司裡面的 這是他的想法 所以你去看 他所有的那個女主管 都做不到所謂的 儘管 支撐很高 可是都做不到核心的那個 那個 那個權力結構裡面去 所以我要呼籲很多的那個老闆 真的不要歧視女性 太偏激了 就是最直接 我替女生講講話 我覺得女性人工我最愛用 為什麼呢 女孩子道德感重 而且呢 忠誠度比較高 男生道德感也蠻重的 比方說 就是有時候 就回頭 試案 沒把握了吧 你老闆的立場 剛剛 你知道我怎麼聽你這樣 剛剛邵辰哥說的我可以體會 的確 因為我公司很多 我們文教業都女孩子 一來結婚生一胎兩胎三胎 然後確實有這個考慮 但看他的優點 是我剛剛說的 他不會一有怎麼樣 就跟你跳槽 可以要挾或怎麼樣 不用這種歪招 要這樣想 所以公司假規範之迷信 A錢之實的惡行惡狀有什麼 邵辰哥先分享一個故事 我覺得大家都很輕忽一個東西 說每次大家都不會看你的新資單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新資單裡面會有一個福利金 有支付會扣出你的福利金 各位有沒有想到一個問題 你的福利金最後到哪裡去了 是在誰的身上 大家會講到 在支付會的專屬帳戶 那帳戶是誰 公司的 那公司是誰的 老闆的 所以過去有發生過什麼情況 就是過去曾經有一個上市公司的老闆 一個科技股的上市公司老闆 他把他員工的這種福利金拿來幹什麼用呢 拿來炒股票 而且拿到海外去炒股票 除了這個以外 過去還有發生過一個情況 就是有一個老闆 結果他就宣布倒閉 那時候員工的話 就每個月扣很多很多的福利金這樣子 那個福利金你知道累積到多少錢 700多萬 700多萬的話 照理講的話 你公司如果要結束營業或是什麼樣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可以處理處分他嘛對不對 理論上來講是這個樣子 可是呢 這個老闆居然 就快來員工發現到 老闆居然先把700多萬的福利金給A掉了 他就把A掉了 所以我是想 把相關主管大會拜託你們拐一拐好不好 好 不要在那邊混吃等死 拜託一下 員工的福利金 是從我們每個薪水面扣出來的 我遇到現在為止 我一直在質疑這個問題 我過去的時候 我在當主管的時候 我會比較知道就是說 原來福利金的話 他是在一個專責丈夫那邊 可是呢 在相關的法律上面來講 是切身為民 我真的覺得大家需要修一修 這個要注意喔 這個在公司的惡行裡面佔第幾名呢 我跟各位說 佔第四名 月繳福利金 福利在哪裡 可是你們會知道有這個東西嗎 有啊 因為像我朋友他們公司就是 每個月每個員工都要繳一筆福利金 是從100塊開始 那他們因為值等不同 還會繳得不一樣 比如說 可能基本員工就100 再上去是200 然後這個福利金呢 公司就說是要拿來 比如說可能茶水間會有一些 準備一些茶啊 咖啡啊 飲料 然後或者是每個月 大家要用的衛生紙 就是買這些東西 那不是應該公司提供的嗎 對 對 反正就是我朋友他們公司 就是這個樣子 衛生紙材質比較好 因為之前是擺足錢 對 那也就算了 買這些東西也就算了 就是重點是因為 有些人他不喝咖啡也不喝茶 那像可能我朋友 他是都不喝這些東西的 那他偶爾要去喝的時候 又都沒了 然後 每一桌 每一桌 就去跟那個負責買的人 說要補嘛 然後補了半個月都沒有來 然後最後他就變成 每個月他繳100塊 可是他都只拿到 一包那個衛生紙 可是一包衛生紙 100塊去賣場 都可以買一大包了 這真的很累 小月繳福利金是每一個公司 有制度都會做的是不是 舉例來說 就是50人以上的公司好了 那你就有千分之五 在你的薪水千分之五 是要扣除變成福利金 例如說照著剛剛講 100塊起跳嘛 這是規定的嗎 如果你公司是50人以上的公司 那你薪水兩萬塊的話 那千分之五是不是就100塊 那中間主委他剛剛說會變200嘛 可能這個薪水就是4萬塊 就變200 那福利金 你從你的薪水控制 其實公司對等也會提拨 那他其實是有規定 就是說你要做什麼樣的用途 例如說三姐獎金 或者是年齡獎金之類的 直福金就剛剛 像剛剛講的 相哥講的其實沒什麼把關 有一些比較大型的公司 會設置直福會 直公福利委員會 那直福會的委員會去 比如說我們要辦什麼活動或幹嘛 因為直公福利金 事實上除了員工出之外 公司創立之初也要付一筆 然後依據他的營業額也要付 然後甚至有些公司 你會下腳料 或什麼賣掉 你也有一部分是要放進來 所以他有一定的組成比例 不是只有員工付 那他其實要怎麼 可以怎麼花有規定 比如說像一般很多員工 比如說你們婚商喜慶 公司會包那些紅包 什麼什麼 這通常也是來自於這裡 或者員工的 比如說你教育 子女的教育補助 租任補助 有些也會來這邊 可是我覺得比較麻煩的就是 很多人你有繳職工福利金 可是你們沒有什麼服委會 服委會的組成也是 其實根本就是也不知道是誰在做 可能是會計監著做有沒有 會計是監著有一筆錢 然後他就決定怎麼撥 於是有時候 老闆就會說 會計 我跟你講 最近 之前這好幾次的法院案例 最近反正那個 因為公司周轉比較辛苦 所以你那個 子宮福利金那個錢先拿出來 然後就先拿去店 所以店來店去 你也不知道你子宮福利金 到底跑去哪裡 因為他去店付了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 其實有一些錢 甚至看起來很合理 他都不應該是職工福利金出的 比如說你會想說 請假還要花錢買 這是哪門子的道理啊 主管第一是 有一些錢 甚至看起來很合理 他都不應該是職工福利金出的 比如說你會想說 如果職服會 你會覺得你們公司職服會 一天到晚都在開會 當然開會都要去吃很好吃的餐廳 請問職服會去開會 這個餐廳的費用 這個餐費我們一定不該出 他們甚至認為說 職工餐廳的租金 都有判例認為不應該是職服 不是從職服金出 這個餐廳的租金是公司出 才對 他是不是職工福利金的租金 裡面的廚師 或職工福利金的會計師 職工福利金的律師 他全部都把公司 本來要花的錢 掛到職工福利金下面 然後就都從這裡來出 所以其實這個錢 有些過去的判例都顯示 這個其實都不應該來付 所以大家應該去檢視你們公司 到底哪些是屬於職工福利的部分 哪些是公司該負擔的成本部分 又不要默默的這一筆錢 就只剩下兩個馬克杯 真的 好 現在剛剛以上講的福利金 也只是第四名 我們再來看還有什麼 A錢之十的故事 跟許惟老師一開始有講說 公司有全勤獎金 其實得到全勤獎金不是很榮耀 很開心的事嗎 可是其實我們做滿一年以後 其實國家就是有規定說 我們其實有七天的那個休假 那剛剛許惟老師講的就是 你如果去把你理所當然 該休的那個假 它本來就是你該得的 可是你如果去休的那個休假 你的全勤獎金就沒了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大大的不合理 這應該違法的嗎 這是違法的 然後我聽過更扯的 就是假設說今天一個月好了 其實勞心法有規定 就是說你如果請病假 幾天之前請病假其實是半薪 那你如果是試駕 可能就會扣掉全薪 然後如果說你動到的是你的休假 這個休假是在合法範圍之內 它是不扣薪的 那我聽過有些老闆他摳到 比如說你這個月 你請了一天休假好了 然後你又請了一天病假 照理說你這個病假 應該要扣半薪對不對 可是這個老闆會怎麼算呢 假設說一個月分母是30天 這是一個30天的月份 那你請了休假 你又請了病假 他就給你把這兩天扣掉 然後這個時候你要扣錢的那一天 他的分母就變大 例如說你的薪水是2萬塊 本來你扣一天可能是除以30 他現在就給你扣個28天 或者是 就是你實際上班天數當成分母 本來一個月明明有30天 可是他賣錢的時候一個月 可能最多只剩15天 因為你請了半個月 然後市場 但是這種小錢公司也要空 對 你都不知道他們可以怎樣 可是人工如果沒有看你的薪資條 你根本就搞不清楚說 公司是依據什麼樣子的方式來扣你的錢 可是我覺得說老闆應該不知道 我們說以小事大以智 以大事小以人 老闆以人對愛員工才是留員工的方法 沒錯 所以剛剛你那個姿勢 感覺好像在講古時候的電話 我一直想到你牽絲 但我員工有心幫你做事 沒有錯 這是一個可以帶動士氣的 所以正是屬於惡情的第幾名 剛剛第四名 我跟你講第三名 休假每一制度其實還不給薪 有碰碰這種事情嗎 真的 像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在行銷公司上班 然後他就是因為 他們平常活動都是辦在假日 所以就變成說他累積了很多假單 然後都沒有修到假 然後老闆又會跟他們講說 哎呀那個我們活動最近都很忙 那你就先不要排修 可是他們的休假都會有個期限 譬如說他可能三個月內要把休 就是休假的全部排完 可是他們平常的那個就是活動 然後又都辦在假日 所以變成說他每天都在上班 然後又排不到休假 排到休假的老闆又不給他加薪 然後就變成超慘的 可是進行銷公司 難道已經沒有行李準備嗎 一定是weekend有人在weekday辦 禮拜一次我們來盛大的活動 對啊 這應該 你進J好 你還是要給加薪或什麼 在於就是應該要 就要規定那個期限 還是他薪水應該很高吧 他薪水也是一般上班族的薪水而已 可是行銷公司就是 你進廚房就是直接 不能怕熱 不能怕熱 對不對 以前我一個員工 他是業務太棒了 業務銷售是一級棒 但是他家住在屏東 那時候我在高雄 那我們早上規定 八點鐘就要到 然後七點半就來看資料 八點開會 就可以直接討論 他老姐每次一定要八點二十分到 我看他說我們已經開會 你來一看完 他就說要不然你把我翻來掉 可是我理事他業績很好 他平東通勤到高雄 我說你可以來高雄 就是住房子 公司也許可以考慮幫你付一點 他說可是我的客戶在平東還怎麼辦 可是他業績很好 你管他 問題是 他可以吃到二十分鐘 那其他人呢 沒有錯 別人在看的時候老闆很難做 是啊 沒有 那孝誠哥 你的制度應該就是你自己 心情爽不爽 絕對心情 看你新聞界好像蠻看上司臉色 我曾經待過一個電視來 一直讓我到現在為止 我只要看到那個 古代的那個戰爭片的時候 你知道 我就心有氣氣焉 你知道為什麼 我曾經在那裡待 我曾經為了要解決假的問題 就好像那個戰爭片那個被圍成 那種戰況痴情那種狀態 大家都要來跟你請假 對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那個公司是三個月 你不能 機架只不能超過三個月 超過三個月之後自動 如果你沒辦法修完的話 自動就沒有了 就消失了你知道嗎 結果可是呢 問題就是 有什麼難的 很多人講說 那就大家分批輪流這樣子修就好 不行 為什麼呢 因為不斷有一些 出外景的任務一直進來 一直進來 我如果說一個編制出去是六個人 正常編制 就一般公司是六個人 最多最多 我只能縮編四個人 等於可以讓兩個人放 對不對 理論上是應該這個樣子 問題在於就是 我說成四個人 這個四個人已經出去 我剩下兩個人 原本給他放的時候 不好意思又一個再 再一個 開始又進來 進來之後 又把剩下這兩個人 又去跟湊的另外兩個人 又出去了 一直搞 搞到最後的時候受不了了 所以我曾經為了這個事情 找各主管 每一個從主任開始 就開會 檢討 開了整整三個月 解決不了 沒辦法解決掉 怎麼想都沒辦法解決掉 最後的時候 終於沒辦法 跟董事長報告 我跟董事長報告的時候 董事長跟我講什麼 那很簡單啊 你們現在有累積的那種的話 我就三天算你一天的錢 不要不要 不要拉倒 這就是 休假沒制度 而且還不給謝 就算了 還拗錢 這樣 三天下一錢 三天的薪水 當然是啊 他只算一天 他要告訴你說 要不要不要拉倒 那這可以申訴到勞工局嗎 這當然可以申訴 當然是可以申訴到勞工局去 到現在為止沒人敢申訴 到現在為止 大家講的這幾種狀況 基本上你申訴去都一定成功 為什麼呢 其實我之前聽過一個更慘的 你這個是把人家三天折一天 對不對 我們自己的老闆 有時候他的發揮的那個 創造力道無窮盡的地步 那個案子是這樣子啊 他的員工不僅啊 休假可能沒有錢之外啊 他休假要用錢買 他說呢 花型買收錢 該不然要用天幣之類的 他說因為啊 他們的公司 最討厭人家在 因為那種公司 就是例假日可能很忙 或者還有可能 一個趕工的季節就很忙 所以在那些季節 你每次請假 都必須先獲得主管同意嘛 那主管第一是 萬般刁難就不想跟你同意 他說當然忙得要死 你現在是怎樣請假 可是如果我特休休不管 我一定要管你的 就不能上班 換帳好了 因為你這樣子會拖累到 其他公司的員工 那請一次假 平日就兩百塊 假日是三百塊 就是要花錢買休假 太誇張了 真的 這是真的 而且那公司沒有很小 他休假還沒有薪水 還要額外花錢 對 他就是要花錢買休假 但以上這些都是違反勞基吧 為什麼 這樣比如說Yumi你好 你想想說 我們現在是規定 比如說你基本的公時 是兩週八十四公時好了 那即便你真的是 責任制被亂用 爛用待會再講 即便你是責任制 你可以挪椅 你看你想想看 如果我這個五天 正常上班日 我在上班 然後六日 我還在上班 這就叫加班囉 這不叫沒休假 這叫加班 因為它是例假日加班 然後你連著又上班 依照我們又上班 因為沒有時間給你補 告訴你這已經違反 我們應該是正確的上班時數 因為我們加班 也有實現上限的 不是說老闆說 那我們這個月很忙 我們都不要休吧 這不行的 即便是責任制也不行 所以不只是錢的問題 他違法 第一個薪資沒有權而給付 因為他給你的錢沒有錢 第二個他沒有 他這個加班 都是超過實現的 所以沒有所謂說 我已經加班了 然後你不給我補休假 還跟我說時間到了 這個就 因為三個月到了 這個假不能再用 沒有這件事 你要換錢給人家好不好 換錢都還違法還不給錢 對啊 他那個算好了 這個算好的 你知道老闆是怎麼樣處理的 我說我要提供現在 目前的那個勞工局 他會叫員工簽一個自動 就放棄那個休假的同意書 他提員工做什麼 從一開始就會 這東西入順利之前嗎 時間到了話也沒有 他現在目前就這個樣子 然後就是叫你就把 就是自己放棄掉 這是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什麼東西 就是他會告訴你說 這些東西有沒有 如果你一定要修 我真的會讓你修 但是你回得來 回不來 那是另外一碼事 你說說你的考試有問題 對不對 這看待歐美連總統 連美國總統都有去大衛營 對啊 就是讓他在輕鬆之餘 他還可以有 對他自己事業 對國家有一些另外的火花 他可以想一想 對不對 在休假這個事情 我覺得這是要蠻注重的 可能風土民情不同吧 對啊 像有些國家的元首 會強調自己的生活的品味 可是我們在台灣 總統就是說 我都沒放假 他一床備用了三十年 沒錯 對啊 游泳褲還要補 對 所以這根 你不能講到元首 那個火力會全開 其實你覺得給他給他 你說有什麼事 我選國可以發揮的嗎 也許他覺得 明星相悲是喜歡他這個樣子 是不是 所以這個風土民情不一樣 好 我們看還有哪一種是A錢之實呢 分享一下故事是不是 還有一個其實也很常見的 就是說 有些勞工明明薪水很高 但是後來會發現說 我的薪水怎麼在老保局的眼光裡 完全不一樣 之前就有一個女生是這樣 這女生最容易發現為什麼 老闆亂扣錢讓你整月做白工 忘記關冷氣扣500 然後呢 什麼沒有關燈扣200 地掃不乾淨回來 第二天開店發不乾淨再扣錢 扣錢 扣錢規定28條 然後呢 公讀才去上班一個月 結果領到我記得 我印象中應該是不到1000塊 還有一個其實也很常見的 就是說呢 有些勞工明明薪水很高 但是後來會發現說 我的薪水怎麼在老保局的眼光裡 完全不一樣 之前就有一個女生是這樣 這女生最容易發現為什麼 因為女生現在如果你是老保 你有投老保 公司幫你投了 那你生小孩之後 會有一個生育給付 那就是說呢 你可以去申請生育給付 生育給付呢 基本上給付額度是你 第一個 就是你前六個月的 平均的投保薪資 所以那個女生就是 他去申請生育給付的時候才發現 我明明每個月薪水六七萬 為什麼我的生育給付 居然才兩萬多 他想說是生育給付我打折嗎 是打幾折的嗎 換起來發現不是 因為公司去投保的時候 就把他認定說 他可能本薪是兩萬多 然後其他就燙不浪噹 用其他的名義 都當作那個不是薪水 都是我另外給你的 所以他誤以為說 自己可以拿到很高的錢 後來才發現根本就沒有 這個案子他也有去檢舉 這也是有成立就是說 你明明固定薪水就那麼多 不能說我說這個叫我給你的 什麼交通這個叫 就是自己自立瞑目是不行的 到底有沒有在這個上面 好 我們看這是第幾名呢 找到勞健保 心自自己腳 確實 真的 這個很誇張 因為我有一個叔叔 他是已經在一間公司 就是大概任職二到二十年有了 那他因為就是前陣子不是有一個 一直在吵說勞工退休金嗎 大家就很緊張說 會不會到時候我保了那麼大半輩子 然後都沒有領到勞工退休金 大家就很緊張地跑去勞工局就是查詢 然後結果一發現就是他老闆就直接 只有把他幫他保那種最低薪資 17880 然後十幾年下來都這樣子 然後他整個傻眼想說 我怎麼大半輩之後在這間公司縫上 我讓勞工退休金這麼少 然後他就是直接去跟勞工局 就是申訴這件案子 可是因為發現說他處理的案子實在太多了 他只是大咖裡面的小小咖 所以根本都沒有得到正面的回應 所以到現在都沒有得到公平的答案這樣子 他覺得很可憐 那像這樣子在呢 傑明哥 其實我們在薪資裡面 就是會有秀出你會被扣掉多少的勞健保 那你其實自己可以計算 因為那個計算方式是很容易的 就可以直接算出來 到底老闆幫你扣了多少的勞保跟健保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 新製的這個退休金呢 其實有三個銀行以上都可以有那個刷卡 像舉例說明我在一個什麼X3銀行 對 那我去刷我就有兩個賬戶 其實這個賬戶呢 就是我的新製退休金 那也是可以每個月他都會進去 然後你去查 老闆有沒有按你六個百分點去扣款 好 那也是都可以查出來 那如果說你老闆真的都沒有按這個方式走的話 真的封缺還是早點走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上個月的時間而已 我們政府竟然塗銷了 大概差不多十幾億的 所謂的新製退休金沒有準備 所以就是說我們政府 其實對於這個問題 他也是沒有辦法解決 所以老闆 勞工要自己自立自強 一定要去查查看你自己 什麼意思塗銷 就是我們意思說 就是我們一般的企業 不是應該替員工六個百分點嗎 但是有些企業並沒有做這件事情 所以就會累積一個帳上叫做呆帳 那經過一段時間可能 然後勞工也這個公司也說 對不起我就是老子 沒有辦法付這個錢 政府都保護不了我們了 對 政府就塗銷 好像金額是28億 我想起來總共塗銷了28億 就這個企業主不用繳這六個百分點 會被哪一邊買國債 國債也跟你說塗銷了 怕什麼美國 我不知道 對 美國應該是不會 台灣應該是要擔心一點 因為台灣的隱藏負債是9兆 那數字還在增加 其實這種情形很常見 我想提醒大家的是第一個 我想各位在座的天團 你們有沒有人曾經認真的看過你們的薪資單 然後去了解到底老闆報了多少 沒有 有的只有 沒有 細節沒有 你們應該是看總數 你看其實是少數對不對 看總數 我必須講說其實知識就是力量 其實在某個年齡層以前 我是覺得就是說 勞工的概念是 這幾年來是比較有的 但是在之前 可能你拿了一輩子的薪資單 你都沒有去研究過 你為什麼扣了這麼多錢 當然秘密的意思就是 對 然後這個是因為你缺乏知識所造成的損害 然後到時候你是可以去申訴的 只是申訴的案件是如此之多 礦日費時 然後到時候你爭取到了 也跟公司壞了關係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第一個常常看電視是真的有必要 因為你吸收了知識的時候 你就懂得保護自己 不過我現在也必須講 因為傑民哥也是老闆 因為現在有很多 有很多新的制度的上路 包括像勞退薪資 包括很多保護勞工的這個制度 所以其實也造成了老闆很多 在薪資上的負擔 所以現在比較有智慧的 他會去上一種課 就是這種課其實是 教你怎麼樣去拆解 員工的薪資 包括什麼是底薪 什麼是獎金 什麼又是什麼家籍的 他既然有這個制度的產生 那自然就有人會去發明破解這個制度 幫老闆省錢省稅的方式 那如果說老闆 你今天透過這樣子的設計制度的話 其實他也沒有犯法 沒有違法 但是員工呢 再進去這個公司的時候 如果說你已經簽過 你同意公司是用這樣子去拆解你的薪水的時候 其實是告不成老闆的 看清楚 而且這個數字有多嚴重 根據剛剛公布的二月份的 就是前面的薪資 平均每個月 現在我們平均工資三萬七千塊 可是獎金部分就到兩萬五了 對 所以你看到獎金就是非所謂的基本工資 所以這個數字已經開始有明顯增長的趨勢 就是越來越多企業 它的底薪跟獎金 是用各種明目才在走的 因為新的這個 對 所以我們還是要奉勸所有的勞工朋友們 一定要去設那個銀行的帳戶卡 知道 你至少那六趴一定要進去 會不會是因為你現在不做老闆了 你就替勞工想 當然 我一直都有替勞工想 公司賺錢的獎金就多了 這是一定的 人是常情嗎 換個位置換個腦袋OK 這不是事實 這不是事實 不是 我要你縱觀幾個腦袋 變成一個大腦的組合 你傑兵哥的腦袋那個扇盤打得金 他客觀 他真的是客觀 OK 下一個公司A你錢的實力是什麼呢 我們來聽聽笑成哥的故事 我以前在過一個公司 那個老闆超級經典 他算是A錢冠軍的 冠軍 可以當王 他是怎麼樣 他從來不管你什麼時候下班 他在告訴你 反正你什麼時候下班你家的事情 你要操老死那你家的事情 可是我告訴你說 你什麼時候上班的話 你只要少一分鐘到 我就扣你一百塊錢 以此類推 扣到你今天的本心 對 假如你說 你今天 假如你一天的薪水 薪資是一千塊錢的話 那每一分鐘扣一百塊 你認為你可以遲到多久 10 今天乾脆不要上班次啊 是 是 我們常會有很多員工就這樣子 這樣一遲到十分鐘之後 就打電話給我講 長官 好像我今天白做了 我也不來了這樣 然後我就這樣 就要回去 這樣就OK了嗎 不可以 我跟你講 老闆還會 他跑到辦公室來點名 他會問我說 笑成啊 今天有幾個人遲到 我就要看 問那個編證組的那個主任 今天幾個人遲到 六個 那六個呢 六個 反正說他今天就白做了嘛 那乾脆也不用來了這樣 怎麼可以這樣子 烤雞打雲 所以剛剛笑成哥所有的故事 是第一名還第二名呢 我們看一下 我們告訴你第二名 10到半小時整天做白宮 真的 這個現象在百貨業其實是最常見 因為如果說百貨公司 是10點30分開始營業的話 大概是10點整的時候 他們就會先開個成會 如果你沒有到的話 先扣你500塊 那10點半營業時間 如果你還沒有到的話 遲到一分鐘就扣你1500 所以我上次有一次去代班 然後因為那個百貨公司 我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各位在哪裡 我都不清楚 美食街嗎還是 我是美食街 不是 我是學的百貨 賣皮鞋啦 然後結果那天我就是 不是很了解 我就大概晚了大概兩分鐘 營業時間晚兩分鐘到 我那天就當場 就拿到2000塊的罰單 我一天才1300塊錢 然後2000塊就去飛了 太誇張了 這很不合理 這到底是什麼 你們怎麼能夠默默的忍受呢 因為百貨業都是這樣子 已經是完完全全是常態的 百貨業是這樣子沒錯 這是完完全全的違法 這完完全全的違法非常的明確 可是遲到這件事情 應該是常常會發生的 可是之前真的很多很奇妙的規定 比如說一分鐘扣五塊的 看起來覺得還理想對不對 可是你一個工徒生 一分鐘扣五塊 遲到半個小時150 就已經超過你一個小時的工資 用工徒生來吃 而且我工徒生 他們不只遲到扣錢 他們扣錢很多 我之前就是 曾經有一個工徒生 他來申訴 他申訴是說 他在一家那種茶飲店打工 那扣錢條款之多 真是嚇死你 第一個 遲到當然是扣 就是說一分鐘扣多少錢 第二個 忘記關冷氣扣五百 然後什麼沒有關燈扣兩百 地掃不乾淨回來 如果第二天開店發不乾淨 再扣錢 扣錢規定二十八條 然後工徒生去上班一個月 結果領到我記得 我印象中應該是不到一千塊 就是扣光光 然後其實大家真的不要忍 因為這個是很明確的違法 它就是勞基法二十二條裡面講的 你薪水該多少就要多少給人家 要扣錢應該是給了之後扣 事實上他先給你扣 其實都不一定 但是因為執行上的方便 第二個是怎麼扣 扣要有原理的 比如說我一個小時是九十塊 我一分鐘應該就靠九十除以六十 這個就是合理的錢 可是你一個小時九十塊的 跟他說扣一分鐘一百塊 這就不行 你只要去檢舉 這都是違法 而且這會罰錢的 老闆如果你不完全給付公司 至少都罰個你六千塊 我講訴訊這個已經講得算是合理的 所以說比較悲慘 但是還有溫馨還有更低千塊 還可以聽溫馨喔 你哪有溫馨啊 台中有一個幫人家做清潔公司的一個歐巴桑 他的薪水一個月只不過才兩萬三千塊錢 就他現在一收到 就是東扣西扣 扣完到最後 他道歉公司兩萬五千塊 啊 什麼 兩個月前的事情啊 對啊 大家在想做白宮也就算還做辛酸的這樣 那幹嘛協了 為什麼協了 他就在講說 他還不是什麼損害啊 不是說今天我今天去打掃的時候 我摔破盤子什麼 不是那個 是這邊也什麼清潔 就打掃不夠清潔扣多少 那邊的話也沒有做到很周遠 又扣多少 累積加起來之後 居然道歉公司兩萬五 大委會你要不要管啊 我真的 好 所以我們看 聊到這裡 假規範之名其A錢之十的第一名會是什麼呢 加班沒費用 真的太常見了吧 真的很常發生 我講一個 講一個醫院的案例好了 現在醫療也常常都被說是血汗工廠 有些護士真的很可憐 真的很慘 我跟你講 他們是這樣子的 他們是 就是上班的時候一定要打卡 下班就不用打卡 因為上班打卡 你遲到可能就會扣款對不對 下班如果不打卡的話 遲到下班 你主管注意一件事情 貴單位的員工如果有加班的話 要寫說明書 你必須寫 你這個單位的勞工為什麼他今天加班 而加班不是你已經說我填加班單 說我要申請費用 而是他的打卡如果超過合理的下班時間 比如說你應該五點上班 來八點上班 五點下班 你打了一個六點下班的卡 其實你心裡並沒有想要去跟他申請加班費 可是他會說 你打這六點下班卡 人家如果勞工舉來檢查 會以為你加班一個小時 所以你必須說明為什麼你的員工這麼晚走 其實工作做不晚 誰要在那邊賴著 你難道吹冷氣很涼嗎 所以他就說 於是這個長官就來了說 以後大家下班 除非事先先經我允許說 你們可以加班 否則先去打卡 所以他們是這樣子 上班來了 打卡上班 下班 下班中想了 趕快打把繼續工作 他繼續工作之外 不能填加班單 因為你填加班跟填太多 這個中階主管會被上面的人定 對 所以你明明就是事情做不完 你一直在那邊做 可是你的打卡記錄顯示 我已經下班了 這非常的慘 因為這不只是加班費的問題 對 你未來如果真的發生直災過勞 責任制不是老闆說了算 因為我們說 現在所謂的責任制 勞金法發十四條 也特別的規定了這個部分 它有特別公告的行業 才是責任制 所以比如說像比如說 一些保全員 或者一些有監視性作業的人員 並不是說服務業 問了責任制 誰跟你說 你應該不去登記 你那位公司有公告 你是責任制 你是責任制 你們公司 會非常的慘 因為這不只是加班費的問題 你未來如果真的發生直災過勞 然後他就說 沒有 你看起來加班 上班的時數非常正常 你沒有加班超過時間 那你怎麼會說你是過勞死 我看起來你就過得非常爽 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幾件事 所以說 護理人員真的很可憐 對 有些真的很慘 因為我自己做Love Life計畫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悲傷的地方會在 他已經累到 大夜班到凌晨 然後累到 有一個孩子 比如說已經要走了 已經冰死了 他的情緒 因為人手不足 他的情緒不能去影響到 因為那個 譬如說有些會按警鈴 對 突然有狀況 可是他已經要送這孩子 最後一陣 他必須趕快到另外一個病房 但他眼神 各方面是要保持鎮定 可是他其實上一個病房 是要送孩子走 所以那個是心理壓力 各方面 然後也不給他補充 去年就爆出一個相片 就是護士打點滴還在加班 這件事情有驚動到馬總統 不知道這件事情改了沒有 這個陷阱大家要注意幾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責任制 不是老闆說了算 因為我們說現在所謂的責任制 勞基法84條 有特別的規定的這個部分 他有特別公告的行業才是責任制 所以比如說像比如說一些保全員 或者一些有監視性作業的人員 並不是說服務業 我們責任制 誰跟你說 你們去登記 你們那些外公局公告 你們是責任制 你是責任制你們公司要跟你談 談好工作期日 還要送到勞工局去說 我們這樣子可不可以 所以你們是不是真的責任制 你們公司有沒有擬定 讓你們責任制之下 時間怎麼挪移怎麼調配 第二個部分是 即便是責任制 那一樣 像他們現在在討論 以前我可能可以把一個月四天的休假 我只要挪在某個地方休 現在就變成兩周圍一個單位 你可能至少要休兩天 怎麼挪或什麼 那如果你不是責任制 你就一定要有加班費 加班費就是 剛才傑明哥的1.3或1.7 看你兩個小時是那1.3 兩個小時之後1.7 然後假日加班要記得乘以2 你大概都沒有拿到過乘以2的 因為連有都沒有 怎麼會有乘以2的 第三 就算你很想加班 老闆們這個是保護你自己 他加班時間也不能過度 因為勞基法有規定 一定的加班的時數上限 你不能說好啊 你愛賺錢你繼續上 出了事到時候員工受難 老闆也受災 所以其實每個都是保護自己 也保護別人 對 那公司如果在制度上 真的有今天說的這5名 惡習的話 怎麼辦 孝誠哥 當然我就會教大家有沒有 趕快去告 這樣子 不過我還是 對老闆 對老闆我還是用 喜歡用所謂的 道德勸說的一個方式 我覺得台灣 台灣的老公是非常的勤奮 耐勞而且又善良 也正因為如此 我希望老闆要好好去想一想 你的財富是來自於 這些勞工的一個努力 所以呢 沒有人會想要剝奪你的財產 把你的財產全部吃乾媽淨這樣子 但好歹有沒有 給他們生存空間 我覺得我們現在台灣需要什麼 就是每個分子 每個角落 大家都需要一個生存空間 把我們逼得 沒有辦法喘氣的話 我說真的 老闆你也不會真的很好過 這是真的實話 有很多福利 有很多福利 因為我相信我們講的這些 很多看電視的老公婆 也正在面臨這樣的狀況 但有些我們能力有些 但最重要的是把這個訊息 也讓可能有老闆看到的話 一個一個慢慢的做調整 好 好